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眉毛画得更有形 更千变万化 然后更适合你 那我们眉头的位置首先会确定在我们的眼角靠上 然后靠里面一点 大概就这个位置 那眉尾的位置一般来说是我们的鼻翼眼角的延长线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画眉头和眉尾之间的连接线 那这个连接线你可以不用边缘开始画 你可以从有眉毛的地方开始画 我们就沿着有眉毛的地方 然后往上去慢慢的画 那判断它的平眉的标准就是我们的眉头一定要和眉封 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不然就把我们的眉封剃掉 要不然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眉头填充一下 我们可以把眉头填充的和眉封在一条水平线上 然后我们顺着整个眉毛继续往后走 然后我们顺着整个眉毛继续往后走 那眉尾就非常自然的带过就好了 好了这样的眉毛已经画完了 那为了刚刚给大家演示呢 所以我会把眉头画得更加锋利一点 那怎么样让眉毛看起来更加柔和呢 让我们的眉头看起来更加的柔和 那我们可以用手将眉头的位置往下熨染一些 然后它整个眉头会更加柔和一点 做完这个步骤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个眉刷的工具 让我们的整个眉毛刷得更加的自然 好了这样的一个平眉就完成了 眉封的位置呢 眉封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采取在整个眉毛的三分之二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找眉尾的位置 那我们眉尾的位置呢 一定要比平眉的位置稍微靠下一眼 所以我们先找一下眉尾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平眉的眉尾先给擦掉 这个是这样的粉底液的刷子 那我们可以在眉毛下方 让它产生更大的弧度 这样的话上面平眉下面有一点弯弯的 这样的眉毛又有弧度 又不会显得凶 那接下来呢流星眉的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眉毛一定要看起来毛茸茸的 那怎么样让它变得毛茸茸的呢 我们可以再连接一下我们刚刚画的这些地方 连接完了之后呢 眉头的位置稍微有点靠下 那眉头的位置它的主要画法就是 顺着眉头的眉毛的走向画 所以就是往上走 然后呢我们再拿刷子刷一下我们的自己的眉毛 让它看起来更加立体 好了流星眉就已经完成了 如果你想要一个更有性格的挑眉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平眉的基础上来改变 那现在我们确定眉峰的位置 它一定是比自己原本的平眉的位置要高一点 高一点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开始画眉头与眉峰的一个连接线 以及眉峰和眉尾的一个连接线 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刷子把眉毛底下的部分给擦掉 为了让我们的挑眉看起来更挑呢 我们也可以在眉头的位置也是往上走 让它的眉毛看起来更挑 然后呢我们再用一个眉刷 再把我们自己眉毛刷起来 看起来会更加立体 好了这样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挑眉就完成了 好了今天交给大家的三种眉型你都学会了吗 其实这三种眉型呢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 至少适合我们8%的亚洲人 那这三种眉型的话你喜欢哪种 你就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哪一种 好今天的课堂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